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各个服务模块呢 它就相当于是这个街道里面的 比如各个大楼 是吧 或者各个服务功能 是吧 比如这里面有这个我们到一个商业街里面去 可能有吃的 有穿的 有玩的 是吧 有这个怎么的 在各个服务模块功能都非常完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商业街道建好了 是吧 这个商业街步营街建好了 这个时候他考虑什么问题呢 他考虑我这个人呢 我这个就是顾客 他这个来了以后 到了我商业街道来了以后 我怎么引导他到这个商业街里面来购物 是吧 来进行这个整个这个叫什么消费的一个这个流程 对不对 那他不同的这个规划的话 那么客户这个体验度不一样 最后这个消费额怎么样 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 对这个生活 你对生活只要你观察仔细的话 你到这个商业街里面 或者说你到商场里面 可能这么说你到商场里面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这个他这个怎么 他就规划这个功能区域 它是都是有分布的 是吧 他这个我们还是说商业街跟铁铁一些 你不同的路径走进来 不同路径走出去 那么客户的这个怎么样 他的行为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在这里说这个流量入口呢 我这里就用这个互联网的一个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术语来表达他 我们就用uv吧 就相当于这个流量入口是解决什么 解决的是他他规划怎么规划是 这个一个客户是吧 一个买家进了这个 进了这个我的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以后 我怎么能够让他到我的平台上进行溜达 我们就是溜达 他怎么让他从哪进从哪出是吧 这个安排一个这个入口这个是以客户为这个为这个单位的是吧 以这个来来来规划 那么下一个曝光量 那我这里写曝光量的分配 那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通常你听很多人是吧 讲这个就是培训这个网站也好 或者培训这个网络的营销也好 他们说的流量是吧 在我这呢就是就是曝光量 就是我说的这个曝光量 就日常大家听到的这个流量 这里我们稍稍做一个区别 一会呢就是回头我就是回头我在讲曝光量的时候 大家就会理解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去去分 因为你就这么去做了以后 你的工作才能做的才能做的更细 你才能真正知道你你原来没有做好 原因是什么你后面做该怎么去做 是吧也就是说曝光量曝光量是比流量更细的一个单位 什么意思就是说曝光量我们可以大家怎么去理解 就是你去理解它等于是一个一个的店铺 我们这么这么去理解 比如说比如说一个客户是吧 一个客户进了这个商业界以后 一定是这个排排在什么排在这个入口处的那个店铺的这个曝光量 怎么样最高对不对 这个意思一定要区分开 比如说一个客户来了以后是吧 我们去一个商业界可能一天下来 你的能力你的精力就只能逛 比如说20个店铺 因为多了以后你逛不过来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一个客户进了一个商业界以后 它的总曝光量就只有20个是吧 总曝光量只有20个 而可能绝大多数客户的曝光量怎么样 就集中在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在店铺里面 所以说我们到时候说我们我们到时候去说这个 你去优化你的这个就运营 后面讲运营策略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首先你要什么 你要考虑是你的曝光量是吧 就应该说你最终是要考虑你这一系列的 你的曝光量怎么样 一定要上去对不对 而流量这是我说流量入口是什么 是指的是你怎么去安排每一个进来的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买家 它的整体的流动的一个什么流动的一个方向 是吧 所以说如果都这么说你感觉很模糊的话 那这样你不用着急 你回头把这个我们这个视频讲了 这个入口讲完再讲下一个曝光量 讲明白之后你基本上就能够区分开这里面的一个意思 如果这里呢我就先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来看看 阿里的流量是怎么去规划的 他对这个商业街他怎么去规划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首先来看 是吧 他的流量来源是吧 我们要知道阿里 这么大个网站他流量从哪来的 这个我们稍微把它大概的了解一下 阿里的整个流量呢 我们在这个这个官方去统计看的话呢 他的流量两部分来源 一个呢是自由流量 所谓自由流量呢就是直接是吧 通过这个是吧 通过这个阿里巴巴这个.com 或者说这个的这个 他的二级站点是吧 就是直接输入进去的 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自由流量 而不是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外部流量 外部流量就是说不是直接点击进入 而是怎么样 而是这个 而是通过搜索引擎和比如说SNS媒介进去的 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国外的买家 就通过谷歌上面搜索保存产品 结果阿里巴巴的这个产品在谷歌收的结果里面 排名比较靠前 所以说客户的就点击这个阿里巴巴进来 那么这个就属于怎么就外部外部流量 所以说我们首先看到 实际上阿里巴巴只有流量 目前的并不是太多 那就是15% 是吧 多数流量是什么 是通过这个外部流 而是通过这个外部外外外来的 是吧 那么 看了我们看了他这个流量来源以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啊这个客户是吧 进入这个阿里巴巴的网站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就回到这个里边 大家比方说我们 比如我们不管通过哪种渠道吧 我们 我们进入这个进入这个网站了是吧 那么 那我们看看他的分流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我统计了他一共有 他对客人的这个流量啊 这个这个规划呢一共我称为了两次分流 他一共对客户经过两进行过两次分流 进行过两次引导啊引导客户 对吧 那么第一个就什么 第一个是这个 第一是怎么是暂点入口 是暂点入口 那么这里呢我们说暂点入口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还是回来刚才说的 他一个是自由流量是吧 一个是这个外部流量 那么 那么这个暂点入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些数据的数据的这个统计啊 那么这些数据呢是从这个 埃里克斯上面统计下来的啊 这是比较官方的一个统计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啊我们看看 这些都是阿里的暂点入口 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呢 我们首先从大的方向理解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这个商业机啊 虽然我们说前面它是一个商业街是吧 商业街 商业街的话不可能只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有生活经验的 商业街里面可能有多种这个多种入口 那么流量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客人是通过不同的交通工具来的 对不对 有的呢就是做这个 比如说这个我们有的超市吧 超市就有这种怎么这个外面 就是自己运营的这个大巴 这么每天挤班车 然后就相对把客户直接就运到这个超市里面 他们这种客人我们就叫自由流量 是吧 通过这个超市大巴过来的 那么还有的可能就是就是什么 通过比如坐地铁啊 坐公交啊 坐这个什么出租车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渠道来 是不是那个呢就是我们说成为流量的一个来源 那么到了这个这个商业街之后 不同的人肯定从不同的入口进 是不是 你你就好比我举个例子 故宫的话也不可能只有一个门 他有好多门 那不同的客人是从不同的这个门子 进去进去这个观光旅游的是吧 那么所以这个阿里的站点也是一样 那么客人就会从不同的这个门 来进入这个什么进入这个网站 那么这个时候呢 阿里就有个规划了什么的 他就他就会规划 到底哪个门是吧 接待的这个或者哪条路上 他让这个人流量怎么更多一些 这就是我称为叫什么一次分流就从站点 加相对于从这个商业街的 这个入门口来进行第一次分流 是吧就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这个客户我让从不同的门进来 对不对 因为这次这次分流会在后面产生影响 大家记住每一次分流都是有影响的 都是它是一个顺带的逻辑观下来 对不对 那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他在这个都是阿里巴尔的二级站点 我们就看这都是他的二级站点 看见没这都是 都是他二级站点 那么我们看看 统计下来呢 offer这个是吧 这个从这个这条路上 从这条路上来的游客有什么 游客有52% 就客户有52% 流量有52% 你也可以理解为 举个例子我们都去游故宫 是吧 绝大多数能肯定从正门进行后门出呗 是不是这符合这个浏览的一个规律嘛 是不是 那么那么所以说什么呀 如果如果你知道这个 到故宫里面做生意的话 那你肯定这么能这个门面 就要比这个这个后门的门面贵 为什么 用人流量怎么更大一些嘛 是吧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那么你看 这是offer offer的这个这个入口的这个分流有什么有百分之52是吧 那么 这个这个普通的这个3w.alibaba.com这个什么只有百分之二十四 而这个呢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过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说一下 我说一下现在阿里巴巴把所有的把所有的从这个就是从外部是吧 比如说谷歌啊 雅虎啊 这个种稍作引擎上 他获得的流量全部导入到了什么全部导入到这个offer里面是吧 为了他更好去促进这个自动车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这个推广是吧 那么他把它全部导入到这个offer里面 所以说offer的这个你看这个offer这个这个流量的这个比例还高于这个3w.alibaba.com 这是很多我们做阿里巴巴的朋友都不知道吧 他做了好多好长时间花了很多钱他都不知道这个流量的这个这个分配机制他都不清楚 那你后面你去跟别人竞争的时候你想想你这好比说人家打仗有地图你连地图都没有你这个打仗肯定就是吧 就落落后别人一些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我们看一下在第一次分流的时候阿里分的非常清楚啊在offer这个地方他分走了一半的一半的这个一半的这个流量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offer.alibaba拿走了一半的流量这个你记清楚 所以我们后面去讲这个讲这个排序规则讲这个你的运营策略的时候 你要记住为什么后来我们会提出提出那样的这个思路和方案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是吧 所以说这是他的一次分流对不对 然后他会通过什么通过二级包括他的多语言占点进行分流 比如说有的有的是比如说西班牙的客人 那么他直接会把你导入到什么导入到这个上面去导入到spanish.alibaba.com是吧 如果你是这个如果你是这个法国来的这个客人他肯定把你导入什么导入到法国上面去 如果你是俄国来的是吧因为这个这个搜索引擎是能够识别出你的IP的嘛 他会导入到不同的站点上面去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称为什么叫一次分流 就是也可以称为什么站点分流啊 这站点上首先就做了一次分流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